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因為平時有介紹的鞋墊 但今天介紹的鞋墊是給小朋友的 因為我女兒不是小女兒,大女兒本身有扁平竹 所以去看醫生做過一些醫學鞋墊 這款是他在醫生做的 其實醫生都說這款在坊間也有賣好像兩三百元 但我後來因為拍的鞋盒都沒有特別去找到 我就沒有再研究 這款的鞋墊在醫生裏做七百多元 但因為他是小朋友,尤其是竹宮有扁平竹的問題 我自己本身沒有 他有的時候,我索性就給多錢做一個 來看看看看是怎樣 這一款他做完之後 他就說這個竹宮位他自己覺得不太舒服 因為這位偏硬身 因為他只是在橋位薄 所以他穿這些是橋型 後來就是因為這樣 他也有幾雙鞋 我現在一個鞋墊 難道他經常swap來swap去嗎 那我就去買了這個 這個京建達的鞋墊 那京建達這個鞋墊呢 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 這個也是比較失望一點的 這個京建達鞋墊 這個京建達鞋墊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都是兒童形鞋墊來的 那個鞋底這個位是特別硬身 他旁邊這個位的吸位都很深的 但是有個很敗筆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他的橋位是很厚的 他這個橋位是後一般人的足弓的位置 那其實你後一般人的足弓的位置 那其實你後的足弓的浪在什麼呢 浪在什麼呢 所以基本上買完回來 這個鞋墊是用不到的 其實根本就是 開的位置根本就不合理的 那我嘗試呢 就對比一下兩個位置 那他的確指的是 其實你現在這樣看起來呢 就不算很明顯的 但是呢 如果穿上去的時候 他這個位置呢 他這個位置 開始是偏向後的這個 這個可能真的比較難看到的 其實 就算平撥 這個位置在這裡的 現在我兩個拍一下 他這個點在這裡 這個位置是很高的 我應該這樣說 就是他這個位置 一摸下去呢 他不是因為什麼 他不只是厚的 他這個位置是很高的 所以我女兒呢 覺得這個位置 他穿得很不舒服 其實他一由這裡 開到這個位置呢 就是正常的足弓位 去不了那麼闊的 如果他開到這麼厚 其實你的腳是放不了上去的 所以這款經健達 這個兒童形鞋墊呢 我是不推薦給大家的 不過告訴大家 其實我真的有試過很多不同款 買錯過很多不同款的 那其實呢 現在呢 我想介紹給大家 我覺得 我女兒用完這一輪 都覺得幾好用 那是鞋墊是什麼呢 就是Spanko Kids的Total Support 那這隊呢 其實是屬於運動型鞋墊來的 那他有另一款呢 就是給你 可能你出街鞋啊 那些 上學鞋那些用的 那這一款呢 其實呢 有什麼不同呢 那當然呢 因為他又換了一雙新鞋 那我變了 就換了一個新鞋墊給他了 那其實這一款鞋墊呢 你見到呢 這個形態呢 其實那款鞋墊都很接近的了 那這個鞋墊呢 它這個橋位呢 開的位呢 是在這裡的 可能拿這一隻好一點 因為比較開這一隻 好 等等啦 那這一款的鞋墊呢 它這個橋位呢 就比較前一點的 是符合一個正常一點的腳型的 還有呢 它這個吸位呢 都是有做到 都是深的 你見到它明顯呢 就是譬如這個吸位 是做回後一點的 它沒有浪到你的腳那麼前的 你看 很明顯啦 這個角度是否可以看到呢 就是這個位呢 是薄身一點 厚一點 那你的鞋子便不會退到你那麼前 那這個橋位呢 它也都做得 就是我女兒說這個位呢 做得很好的 就是它覺得這一款呢 更舒服過它穿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已經是用 就是用風筒吹的那些來的了 就是 簡直是 就是 跟著它腳型去做的 那麼它覺得這一款的鞋子呢 穿到它更舒適些 它這個橋的 足弓位的support呢 更做得好過它這個 那這個呢 所以呢 就覺得 值得推薦給大家用了 那麼其實它說 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呢 因為呢 它後競位呢 它這些位呢 除了 除了這個交托之外 多了一些 就是 多的support呢 因為它的交托硬的嘛 就是你看到這些位是全部硬的 那麼呢 它這些位呢 亦都做回 一小小 少量的cushion 後競位多一些cushion 所以你變成你的鞋子的cushion之外呢 它亦都額外 補回一些 好似大人的 就是鞋子的東西給你 就是一些多一些不同的cushion 那麼這個位呢 它的足弓橋位呢 它就做向硬少少的 那麼如果你買的那一款是 即是舒適鞋子呢 即是可能是便服鞋啦 或者是上學鞋那一款呢 那麼這個位呢 就沒有做到 即是這個位它橋位 又做回給你的 但是它所有後面的這個托之外呢 它就可能是一個大圓圈的避震 而是一個分section的避震 那麼當然那一款就會便宜少少 那麼這款呢 就是一個structure 或者一個運動型的多些 那麼其實是不是 一定要扁平竹先用這款鞋子呢 都不是的 因為這款的鞋子本身的承托力 亦都比正常的鞋子好 那麼但是呢 其實根據我自己研究呢 它like自己本身這對的跑鞋呢 這是女裝來的其實 那麼它呢 也都鞋子呢 也都相對不做得差的 都算是ok的 那麼但是呢 你問我整個鞋子本身的承托來說呢 相對於這些在坊間買到的鞋子呢 這些spanko鞋子呢 那的確是這款做得出色很多的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大家的小朋友 有扁平竹 如果你是做開了想做運動的 或者出街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款呢 是可以一試 instead of一定要去 去醫生裏做一款這些這樣的鞋子 因為 即是它試完 我覺得我都相信它的recommendation 即是它說 真的足弓位的support是好一點啊 即是著內舒適一點啊 緩震方面做得到的啊 那麼它都是 即是我的女兒來的嘛 沒有理由跟不到一些遺傳的嘛 都試到一些效果的 那所以呢我覺得 這款呢 它講得出我相信它的 那麼其實呢 我還有買了另一款的 這款呢 其實都是一款 屬於醫學用的鞋子來的 但是因為現在呢 我暫時還未試到 但是因為我看完 為什麼我一直沒有給一個女兒試呢 它回來呢 我覺得它這個位置呢 好像太誇誇了 太浮誇了 做得 它這個 就是這個邊呢 這個位置做得好像太高呢 還有它的面子偏向於滑呢 如果用它運動鞋來講呢 我覺得直腳它套路會滑咯 即是它的吸位是很高啊 那些橋位那些位置 我未知它是對不對 但我覺得它的面子偏向於滑 但這款呢 也是屬於 他們所謂的醫學用的 即是可能醫生會推介 即是給人用的鞋墊咯 所以呢 我亦都買一副回來試一試 那當然 它一試適合這副呢 那其實我 就 就可能 即是高貨可能 買多一兩款 給它運動鞋 和上學鞋用就算了 因為 有時候鞋墊很難試得對的 因為我自己試呢 就很端端 因為我 我相對 它時間試得多 那我會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但是小朋友來講 它是很難告訴你 它 exactly 了解些什麼的 那如果它覺得對呢 大概OK呢 那我會覺得 即是我會高貨 即是容易一些的 approach 就算了解 買多一兩隊 給它 即是替換了 那我不是說 這隊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因為這隊呢 其實呢 我想說呢 它的足弓位 這個部分呢 這個黑色部分呢 是很硬正的 它整個這個 後面托的位置 都很硬正的 而這裏呢 它也有做回一個 好像類似這個 啫喱狀的緩陣的 所以呢 不可以說這款是差的 不過 暫時因為它沒有試過 我也不可以評價 它的情況是怎樣 那你 可能如果大家想知道 到底Spanko的鞋墊 在香港其實也有賣的 但我在淘寶圖的 那它的價錢不算便宜的 189元人民幣左右 那另一方是149元 那你可以留意回 那其實 它Spanko在淘寶有專門店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它專門店 買就可以了 那也有大人鞋墊 平時我買在籃球鞋墊 可能220元 都在那裏有一賣的 那你自己可以留意回 那所以 大家也不需要擔心 其實Spanko是一個很出名的鞋墊品牌 因為它已經 早很多年很多人 爬山鞋 跑鞋 都會用這個牌子的東西 那所以呢 如果為你們小朋友挑選鞋墊 就不想去到買 就是每次都去診所去做的 那你可以一試 因為都已經去到200多元的鞋墊 其實屬於很高級的鞋墊來的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這一點的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裏 如果我的小朋友可能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可能都可以幫到大家呢 我都會繼續在這裏錄給大家看的 那如果大家關於腰粉鞋墊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鈴鐺收回相關資訊 拜拜